一梦倒雨,谁都希望能够和自己所爱的另一半相伴到老,而感情中最忌讳的无疑,就是彼此对对方不够忠诚,甚至心里装了其他的人,但有些人总会因为自身的一些想法或者需求而,做了一些令对方难以接受事实。 最经常被别人讨论的就是男人在外面有了其他人,但其实生活中很多女生也是一样,一旦感情出现问题,处于冷冻其实一样,经常会被外界所诱惑。 当然,如果一旦感情出现问题,彼此对对方越来越不满,这份感情已经不在时,要么选择分开,要么就是心里装了其他人,而一旦女人在外面,有了这些不同寻常的行为时,往往很可能,是在心里装了其他人。 一,离开床经常背着你接电话,不让你听到时间已经很晚了,此时一般都已经是休息时间,很少会有消息或者电话,但是如果在心里装了其他人就完全不同了,此时两个人经常会相互诉说忠常。 而女人最经常的一个行为就是走下床,然后到一个角落,悄悄发一些消息或者打电话,不让你听到他们具体在说什么。 一旦女人有这样一个行为,早已经说明你们之间感情存在问题,而很有可能她已经在心里装了其他人,否则是不可能对你这么防备的,一丝一毫的沟通内容。 二,和别人聊得非常愉快,经常一个人傻笑晚上休息的时候,是最让人有情绪的时候,如果这段感情已经出现问题,而心里又觉得特别寂寞。 此时和别人聊天,是特别容易产生依赖感的,慢慢的随着时间延长,就会聊出感情来。 如果一旦发现女生经常半夜三更,本来是早要睡觉的时间,而此时却经常和别人发个微信打个电话,而且经常会对着手机傻笑。 一聊就是聊到深更半夜,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反常的,除了情侣,夫妻谁会在半夜三更不睡觉还聊天呢? 而当你产生好奇,想去看一下女人手机时,她的手机经常会锁上密码,而这个密码你却不知道。 当你问她和谁在聊天时,她会有一些防备,我不会让你看到她们聊天内容,甚至连手机都不让你碰。 三,对你的态度越来越冷漠,不让你触碰两个人在一起相处。 随着时间延长,如果感情经营得好,那么彼此之间会越来越亲密。 但是如果彼此都不会经营感情,两个人心会越来越远,糟糕地相处,让曾经那份浓烈的爱变得越来越淡。 甚至到最后,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任何亲密行为。 如果最后长期不让你触碰,那么只能说明要么你们感情已经没有了,要么就是她可能在外面有了其他人。 一旦女人心里住着一个人,那么势必心会向她不断倾斜。 你们会不断进行比较,最后越来越讨厌你。 听说明时我们会想起来的他是 Fehiding喜欢的 bem新国人的时候下 kor人的者会。 我们想起会让你疮不断倾断。 那么感ence,你会 tips咱不来手, resistance吧,